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什么叫欢迎到无法无天 我们带来看到刘备的祖先刘胜 他没有当国王还没有当皇帝 他播种能力超强 他生了一百二十个孩子 这一次他在所谓的墓葬品当中 找到最顶级用金线穿玉片 做成了金铝衣 另外还发现到非常多 让人讲起来有点害羞尴尬的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 不过那应该叫是 古时候的人的情趣用品吧 这个情趣用品跟现代的style 有点不太一样 另外他因为九十肉粮的关系 还发行了九钱币 还有我们带来看到的是 这一次在整个号称说 全世界最强的航空母舰服套当中 所谓的大黄蜂加满油 竟然无法弹射到天空去 据说这个最新的电磁弹射系统出包了 是不是所谓的全世界地带的军武国家 因此在军武发展当中 提了个大铁板呢 另外计算题结束了 这次我们看到川普跟习近平 有讲好说 我们要加油 一起来面对有关于阻止 北朝鲜发展核武的事情 不过他跟安倍晋三 讲到有关于处理台湾 跟历史问题当中 他就要求安倍晋三要好好处理了 请问我们台湾到底是美国的好朋友 还是其实我们只是美国的一颗火旗呢 今天各位来宾 首先欢迎国际型专家张国晨 大家好 资深媒体也谢国安 大家好 艺术使者就建一 大家好 军型航空网站总编室校尾 我也好 各位观众晚安 G20结束 川普与习近平第二次国招 心里后兵 川普开口心言谢 接着立刻转到大亨总统 心心念念的生意经 除了钱 川普更不忘他口中 舔不支持的平壤政权 尤其北朝鲜不但发射 洲际飞弹庆祝美国国庆 还大骂老美混账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 断难相容 事上美中在朝核问题上 明显软硬不同掉 川普会前才推文大酸 中国管不好北朝鲜 批评中朝低级贸易 增加近40% 不知是纳门子的施压 而美方日前制裁 替北朝鲜洗钱的 中国丹东银行 甚至军售台湾 更被视为是宣告 美中蜜月期结束 只是第二次川习会 虽没第一次友好 但川普也没硬起来 还赞美起习太太 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分析 涉嫌替平壤洗钱的 中国金融机构不少 美方这次只制裁 但东一家小小的地方银行 不但是释出善意 更是敲山正虎 势必会在经贸 和制裁平壤上追着打 好 之前美国国庆日的时候 这个金正恩就发射导弹 说这是给那个杂种 送的国庆大礼物 看起来金正恩这样呛吓 川普有感觉到了 这次在剧团题当中 他给习近平讲好 不管怎么样 任何的方式 就是要阻止金正恩 但是我们想问 如果说川普要求 习近平处理北朝鲜 习近平会做吗 目前看起来 这一次的川习会 气氛有比较好 比较好 因为这一次很明显的 川普的姿态相对来讲 比较软 外界在观察说 会不会在跟 这个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川普又跟上次一样 发动对北朝鲜的一些 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 给这个习近平一个颜色看看 代表说你管不好 我终于要出手 不过呢 好在这个G20很顺利的 就这样过去了 美国呢 克制住没有大的动作 不过呢 这也很可能是台面下 中国已经知道厉害了 上一次在川习会 这个在晚宴中呢 习近平才知道 美国发动攻击 叙利亚的消息 这个对中国的颜面来讲 无论如何是一种伤害 所以呢 这一次台面下的交涉 就是中国希望美国 无论如何在G20 至少在跟习近平会面之前 不要有任何军事举动 给习近平面子啊 这个可以说是给习近平面子 要瞧好的 至少呢 让习近平不至于说 在这样的会议里面呢 需要有太过复杂的面对 因为这样人家一定会 记者一定会问他说 这个习主席 请问一下你怎么处理 叙利亚问题呢 中国相对来讲 还距离比较远一点 但是北韩问题呢 它不可能回避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台面下应该是达成了 某些的交易 但是台面下应该是 更加波涛汹涌 完全正确 所以呢 基本上川普 可以说是安耐下来 没有在这个时候 发动军事攻击 那么显然中国方面 一定要给定一些承诺 就是说 你这个在一定时间内 至少要约束北韩的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根据一些 情报来源指出 现在北韩可能在两年之内 就具有把飞弹 打到美国本土 至少是阿拉斯加的实力 那么这个情况下 北韩不排除 比如说他打一颗空的飞弹 没有弹头的飞弹 看距离多远 但是打到阿拉斯加 没有人的旷野 那这样子的 对美国的挑衅 也可以说是到达了极点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那是一颗空的飞弹 美国呢 会不会就这样 发动全面的进攻 也有待观察 类似这样的事情 都可能在未来 北韩的一个算盘当中 所以呢 中国很明显的 就被赋予一个责任 就是你的解决北韩问题 不能只是空口说白话 而且时间有限 他要动作 有动作吗 会吗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 北韩呢 是拿着这颗飞弹呢 拿着这个核武的计划 作为跟美日改善关系的重要筹码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要我放弃和阻气 可以 你要直接跟我谈 你要承认我国家的生存 你要援助我国家的发展 而且你不可以继续再围堵我 所以呢 在没有跟美日直接讲妥之前 他是不可能放弃这个筹码 也因此呢 习近平要代为处理 可以注定 可以保证 除非北韩的政权发生重大变化 他不会听中国 至少在这块 所以呢 虽然这一次的G20 平平顺顺的过去了 未来呢 这个到底会怎么办 其实还很难说 尤其是川普 这一次呢 安捺下来 没有在这个G20的时候 发动攻击 在全世界19国领袖前面 表现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这种威风 下次呢 以后呢 我看这恐怕是很难说的 不过重点是 后来有举行的安息 会就是安倍晋三 跟习近平见面这个部分 习近平话讲得很直白 习近平说 请你日版号处理历史 以及台湾的问题 这一次呢 安息会可以说是 中日双方各浪一步 也就是说过去呢 这个认为中国好像 在这个许多问题上 台湾问题上 钓鱼台问题上呢 跟安倍处不好 不愿意跟 这个日本进行高层的会谈 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 打破了僵局 这个双方呢 高峰会议呢 正式的进行了 而且呢 也强调了 这个今年呢 是这个 中日恢复邦交 45周年 这个都是相对来讲 在国际外交上来讲 这都是一种比较和缓 比较和好的说法 那而且呢 这次来讲 习近平可以说 得到了一些面子 也就是说呢 他要日本承诺 你对于台湾问题呢 基本上 不能有 这个 太过超过的行为 那么 安倍呢 是同意呢 这个讲了一句话说 日本在台湾问题的政策上呢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呢 习近平就得带着这句话 可以了 满意了 虽然交差了 虽然交差了 但是呢 对于实质的 譬如说 日本驻台湾机构的改名 三月的时候 日本的总务副大臣 访台这些事情呢 中国呢 也就算了 所以呢 然后呢 日本前不久呢 表明了说 对TPP 日本可以提供台湾必要的资讯 还要主导TPP 日本不但要主导TPP 而且现在呢 代替美国说 台湾啊 你如果想要加入的话呢 这个当然 当然我可以给你必要的资讯 这种示好的姿态很明显 这次习近平没有提起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拿到一些面子上的这种 这个日本的方面的承诺 但是日本对台湾的这个关系呢 继续往前走 这件事情呢 至少在中国目前来看呢 就没有再多加琢磨了 所以这样子是安倍晋三 给习近平面子而已 根本两国 就是表面上的和平而已 是的 因为呢 日本现在也看到 中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对日本有什么大的动作 不可能 为什么呢 首先北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美国要求他要处理的 美国他要求他要处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呢 即将召开十九大 在十月份吧 在十月份 十一月份 所以在这个重要的人事安排的时候呢 中国也不希望在外交上呢 有什么太多的这种麻烦出现 安全牌就好 安全牌就好 所以呢 中国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前不久呢 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会面 这道理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他特别讲了一句话说 现在这个要组成命运共同体 这个呢 跟台湾某个政治人物讲的 好像蛮接近的 这也就代表了呢 其实他现在准备要打和平牌 不管是对北 对东 都是如此 换上战机一直以来维修很多问题 又花了很多钱 专家说 那你学习奥地利啊 奥地利觉得看到这种 比较不适任的这个飞机 就直接把他退役了 请问要我们学奥地利 蔡英文政府有这个魄力吗 当然啦 今天这个原作者 他后来也说 他之所以贴这个讯息 并不是在于 就是说台湾专门 他专门指着哪一项这个武器配备呢 不单只换下两天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先要把这个奥地利 他本身当初采购这个EF2000的这个背景 也要说明一下 台风战机 对台风战机 说真的啦 奥地利在欧洲是叫做永久中立国 对耶 他干嘛要飞机奇怪了 对啊 你说到重点啦 也就是说因为他既然是永久中立国 所以你知道 他其实在外购武器上来说 有相当多的这个限制 但是当年呢 因为本身在这个台风战机 他其实是有欧洲四个国家 包括德国 英国 西班牙 还有意大利 几个国家一起联合开发的嘛 那这款战机 其实说真的 他性能也相当的这个优异 那甚至于他本身 你看他当时 他这个飞机上面 那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一个三角翼 偶合一个前置翼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 他本身飞机的这个机动性能 相当的优异 然后另外他的发动机 由劳斯莱斯所生产制造的 这款发动机 也相当的这个可靠 所以在空战性能上面来讲 这飞机是相当不错的 那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他当时开发严格来说 也是有一些延迟 而且我们知道 今天你生产战斗机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量 对 那当时 一台不够啊 要一片吧 对 我们足够的数量 因为你看当时 就是台风战机 它其实是在研发的时候 还是在冷战时期就研发的 但是你看 等到冷战时期研发完了 那各国对于这个 外来的军事威胁 相对来讲 就没有过去那么强了 所以各国都降低 这个采购数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原先很多原本不预期会买的 像比如说奥地利亚这种 你就被逼得也要买一些 被逼得也要买一下 因为它其实当然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这个部分 也有点这个概念 但就是说 相对来讲 像当时因为整个欧洲的 这个部分 像空巴游说 然后另外欧盟的一些 等各种的这些 错综复杂的因素 加总在一起 让奥地利买了15架 这个EF2000 不够了 太少了 而且这15架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大概差不多20几亿美元 也就是说大概19亿欧元 22亿左右的美元 奥地利当时是被硬被推销的 对 所以它那个价格非常的高 那现在奥地利也发现 这个飞机从那个 接收到现在 也差不多用了十多年了 但是用了十年以后 如果说今天 它这个飞机 未来还要继续再用下去的话 势必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升级 对 中寿性能提升 维修 对 我们讲到一个用30年的飞机 你大概用到15年前后的时候 要为它规划中寿性能提升 就像我们台湾的 FCK-1经国战机 还有F16战机 现在都在做 FCK-1经国战机做完了 现在F16在做中寿性能提升 所以未来EF2000 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那当初买就那么贵 然后中寿性能提升 价格又不便宜 而且前坑 对 所以对奥地利来讲 我又没有那样 强大的外在威胁这个需求 我未来还要花这么多钱 养这个战机 算盘打一打 除役吧 如果我不除役的话 还会被骂 对 他要花很多钱 那当然他未来 希望能够用一些 比较小型的战机 可能相对来说 可能像 例如像F16 或是GRIFFIN 那个由瑞典所生产的 JA39战机 因为JA39战机 它虽然说飞机很小 但它的效能 其实相当好 而且它最新的 那个GRIFFIN 109战机 它的那个已经开发到 EF型了 既能够发射 现在欧洲最新的 你看这种流星飞弹 然后另外空队 打击能力很强 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很便宜 对 所以相对来说 那奥地利就必须要 考量这个问题 当然 这位这个 那个台湾 这个等于他 那个就是一个 这个台海军情 这位前辈 那个梅先生 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其实他在 他自己的脸书上也说 他之所以这样提出呼吁 是也希望政府 能够认真的考虑 哪些这个武器配备 其实相对来说 耗费了太多的政府资源 或说国防的这个资源 但是呢 它的整体的效能 其实已经不如过往 但是如果说 我们真的不要用 幻象2000 法国会愿意吗 因为我们算是 法国的金主之意 对于法国来讲 它无所谓 无所谓 就是你这个机队 如果除意 对它来说无所谓 但就是说 它没钱赚 那当然你后续 15年的这个部分 钱是赚不到 但相对来讲 今天我们有 我们的权力决定 这飞机要或不要 那因为现在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幻象2000 它现在也面临 中收性能提升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 也跟各位观众朋友 报告过 今天不是法方 那个不帮我们提升 是他给的 那个开的价钱 实在不便宜 当然你说法国 它是故意要开 这么贵的价钱吗 也不是 是因为幻象2000 市占率真的不高 因为你市占率不高 所以相对来说 你相关的维修 性能提升 通通都会贵 这是一定的 买车跟买飞机 其实这道理 是很接近的 所以那当然 结果有网友开玩笑说 那奥地利这批 换那个EF2000除一 是不是2000来换2000 可以到我们台湾来 第一我觉得不太可能 第一数量真的太少 它只有十几家而已 第二EF2000养起来 不见得比幻象2000便宜 那算了 对啊 那当然你幻象2000来说的话 你现在那个 我们中华民国空军 又已经接机到 现在也20年了 等于说 现在其实当然 必须要在这个 中收性能提升 跟是不是适切考虑 要提前让他这个除一 都必须要去做一个 相当审慎的一个考量 我们来看到 所以说是这个 全世界最先进 航空母舰福特号 出这么大的一个包 说呢 只要大黄蜂把汽油加满 它最新的所谓的 数位的雷射弹射技术 让飞机飞不上去 对 这个美国海军 最新的福特级航空母舰 目前虽然已经完成了海事了 而且呢 紧接得很快 就要进行这个成军典礼 那但是在成军的 那个之前呢 还是传出了相当多 对这艘航空母舰 其实不太有利的 一个讯息 因为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雷根 雷根号跟 就是我们讲到的 那个老乔治布希号 后面接着 他们是尼米兹号 最后两艘 但是福特号呢 紧接着就是 全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第一艘 那福特级航空母舰 跟过去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说真的改动还蛮大的 例如说原本有四个 那个飞机用的升降机 变成三个 最重要的部分呢 是原本的蒸汽弹射器 C13之一的蒸汽弹射器 一共有四条 换成最新的电磁弹射器 那个电磁弹射器 跟蒸汽弹射器 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因为蒸汽弹射器的原理 它是利用这个核子反应器 然后去锅炉里面烧开水 我们看到 现在你这个 它就是电磁弹射器 进行这个模拟弹射的 这个演练 那它将这个原 跟飞机相当配重的 这样一个车 然后呢 从航空母舰上 把它弹到那个海里面去 这是电磁 对 这其实是用电磁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弹出去以后 并没有像过去的 蒸汽弹射器一样 然后有非常多的 这个蒸汽冒出来 以前用蒸汽用动力 因为过去的蒸汽弹射器 就是我们刚刚讲 用那个核子反应器 烧锅炉 然后产生的这个高压蒸汽 然后灌到这个 蒸汽弹射器底下两条轨道 然后让它弹射出去 然后但是电磁弹射器呢 把原先 领下那个气缸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 锅炉产生的这个蒸汽 全部用电磁能在 转化成电磁能了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对电磁 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 那个富莱明 左手定子的动磁电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电磁弹射器基本上来说 就是用这样一个大原理 然后去开发出来的 那但是呢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电磁弹射器 装到福特号航空 航空航上以后 进行了这个多次海事 那我们也看到 它马上就要服役了 那原先美国海军 装这个电磁弹射器 取代蒸汽弹射器 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意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既然蒸汽弹射器 是要用这个核子反应器 去烧开水 核子反应器产生能量很大 但是它能够产生这个蒸汽 然后在进行战机弹射的时候 毕竟还是跟 直接产生的电 然后产生的这个电磁 然后在这个轨道上去 那个导通电 然后产生这个力量 来相比的话 电磁弹射器力量更大 而且它不需要像蒸汽 重新去烧开水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 才能够产生足够的 这个蒸汽量 它原先的优点是这样 所以理论上来讲 换装电磁弹射器的 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 会比过去尼米兹级的 航空母舰 它的战机的起飞效率要高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 那个航空母舰 它是采用蒸汽弹射器 所以一般而言 它在平常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 虽然说号称 它在那个一艘 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 它在整个蒸汽弹射器 用到最大量的时候 一天大概能够承受 两百二十架次左右的 这个战机起飞 但实际上从来没做到过 因为要烧嘛 准备蒸汽的动力 对 而且那个蒸汽弹射器 还有一个问题 它的气缸会磨耗 那磨耗以后 它有一段时间 那个电磁弹射器 要休息等等之类的 所以但是电磁弹射器 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跟蒸汽弹射器相比 就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它的效能 会比现在的蒸汽弹射器 要提高至少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真正 每个美国航空母舰 一天从早到晚 拼命让飞机起飞 然后回来了 趕快完成加油挂弹 然后完成准备之后 再让它起飞 大概一天 大概顶多一百六十架次 也就是说现在 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 一天大概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 架次的是作战的一个极限 未来希望能够提高到 两百二十架次 因为你知道 你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没错 你可以藉由空中加油 让航程一直延长 但是对不起 你炸弹丢下去了 飞弹射出去了 你飞机就没有粘力了 你一定还是要回来 再回来补给 加油挂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电磁弹射器就 原先在设计上来讲 就展现了它这样一个优异性 但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船在下水 在经过这样一连串的测试以后 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力的 故障率比喻其高 是它故障还是大黄蜂的 重量加重 没有 主要是它的故障 就是说 这个电磁弹射器 居然有三个先后发生 程度不同的问题 就是发射不出去这样 对 有一个发 那个电磁弹射器 是整个坏掉了 然后有一个呢 是没有办法让它电充到最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大黄蜂战机呢 特别超级大黄蜂战机 就没有办法贯保燃油升空 当然以美军来讲 这个问题也不大 因为美军在执行作战的时候 其实常常在过去 蒸汽弹射器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那个战机起飞的时候 其实呢 它上面挂个两个 很大的附油箱是空的 然后等到起飞以后呢 然后开始进行空中加油 再把油灌满 可以让它在空中 执行任务的时间更久等等 这也是一个 在那个运作上的一个方式 但是既然是原先 它设计上来讲 它要能够有这样一个推进效能 那个帮助起飞效能 结果现在达不到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福特航空我们店很贵 福特航空我们店 现在你看哦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镜头上 这艘船这样那个航行过去 它的造价就已经高达 一百八十余亿美元 对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一百八十余亿美元 这其实很可怕 然后你现在再修一下 这个电磁发射 就更过更多钱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刚搞这一艘船 大概差不多等于台湾 全年的国防预算花去都还不够 光建造都还不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说这么花费 这么昂贵的这个航空母舰 那现在美国海军就说 好我现在还需要有更多的预算 来把这些问题修整一下 那个当然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美国现在新任总统 这个川普就对这个航空母舰 非常不满意 你已经花了我一百七八十余美元了 现在要改正这些缺点 你还要再花六亿美元 然后你们都告诉我 这个电磁弹射器 跟真机弹射器相比 电磁弹射器好 因为它是全数位化的 全数位化的 全数位化的 因为很重要 所以川普讲了三遍强调 但是搞了半天 这个全数位化的这个电磁弹射器 变得这么不牢靠 川普不高兴 所以你太会花钱 对他第一 怪美国海军太会花钱 第二 怪这个系统 其实根本本身不够牢靠 不够牢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那美国海军当然是要硬着投币 说趕快 他们希望能够 趕快把这些缺点去改正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一个新的系统出来 把这个整个新的系统 整合到一个船上的时候 由于它本身是第一艘船 所以第一艘船有一大堆问题 这个是可以被预期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美国海军也说 未来再造第二艘 就是那个约翰甘乃迪号 跟第三艘企业号 未来它那个整个航空母舰的 新航空母舰的造价 就后面第二艘第三艘 特别是第二艘 就能够把它从造价 从现在180亿美元之后 压到120亿 刘备的祖先刘胜 正是荒芸到了极点 在他的幕当中 找到最顶级的金旅衣 而且还有非常多 古代人用讲起来 应该是情绪用品 恐怖组织IS 是不是气数将近呢 我们来看到五月份的时候 IS他们也七年级生 非常重要的宗教领袖 说被杀了 好 这一次呢 伊拉克他们宣布说 摩苏尔我们终于光复了 摩苏尔在当地 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请问打IS 这些所谓的敌军 有没有太贵号大喜功 真的假的啊 你知道现在那个 伊拉克的总理阿巴迪 已经跑到了最前线 就是摩苏尔城的最前线 他非常的开心 他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已经解放了摩苏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ISIS现在的一个状况 它现在只剩下几个据点 第一 包括摩苏尔在内 还有叙利亚北部的拉卡 以及这个有个城市叫梅亚兵 大概只剩下几个据点 越来越小 那所以事实上在这个 伊拉克的军队前进到摩苏尔 其实基本上已经跟ISIS 算是短兵相接了 那收复摩苏尔在望 所以阿巴迪跑去前线 表示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胜利 ISIS如果退出摩苏尔 这个产油重地的话 那么接下来 只剩下在伊拉克的 南部的沙漠里面打游击战 有那么好打吗 就只剩下那一点点的 你知道吗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很多民众 你看这条照片就知道了 高兴 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摩苏尔的人民 很多在那边 是被ISIS拿来当人肉盾牌 你知道吗 那拿来当人肉盾牌 甚至那边还有亚兹迪族 伊拉克政府区能够收复摩苏尔 不但对伊拉克自己的 这个来讲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那么也让当地的民众 觉得非常的欢欣鼓舞 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了 那很多当时在这边的 ISIS高层 现在都往哪里跑呢 往梅亚丁跟往拉卡去跑了 也就是说越来越小 好那基本上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状况 大家觉得很开心 而且最近还传了一个 令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ISIS的重要领袖 叫比纳利 这个大胡子 你知道他还几岁你知道吗 七十几年 对他三十二岁而已 他二零一三年的时候 就已经跑到了 叙利亚海边的城市 开始宣扬IS的教义 而且宣扬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这个很极端的 这个教义嘛 对不对 大家就把异教徒全部砍掉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甚至他还去宣扬 这种非常糟糕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你今天可以把 这个任何一个异教徒的 这个女性呢 那全部拿来当我们的 这个信奴隶 因为我们为这个 真主阿拉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他都传播这种 让人家洗脑的思想 让大批人跟随他 而且呢 他跟这个ISIS的高层 第一把这个交以巴格达地 都非常非常的熟视 那在美军今年五月的时候呢 空袭叙利亚的这个城市 梅亚丁 那也是ISIS非常重要的据点 他的广宣布就在那边 也就是这个比纳利在管的 那比纳利呢 这个当时呢 有传出来被炸死了 那但是呢 美军一直不敢证实这件事情 直到最近在他们IS 常常用的一个通讯软体上面 发现有人在上面写 寄到他的文章之后呢 才发现哇真的 比纳利呢 这个已经被他们这个空袭 那已经大肆宣传了 对那基本上呢 对美军来讲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有没有 那其实呢 在前线的很多的 对不论是女兵或是男兵 大家其实都英勇 有没有 非常英勇的军人 在前线有很多可歌可泣 还有这个 这个打仗的一个故事 来看这个女兵 这个女兵呢 其实是库德族的 这个女性保护部队的一员 但是你接下来看这个画面 仔细看 他这个狙击手正在准备 你看 有没有看到刚刚那画面 他后面被打到 差一点点被打到 他也被吓到应该有 他没有吓到 你看他浅浅的微笑 他其实这个时候 跟前面的人讲说 不要拍啊 只有浅浅的一笑 不要录影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 对不对 他还笑得出来 你知道吗 你看他刚刚 其实本来很仔细的 在面对他的敌人 因为狙击手要很冷静 你知道吗 整个人的身体呢 可以说是呈现一种就是 他只要目标进入的状况之后 他就会开枪 也就是他很专业的看前方 看着他 你前面的那个狙击镜 根本没有办法注意到周边 你看 对这个子弹 万一偏个几公分 差一点点 对直接爆头 可是你看 这个库德卓女战士呢 他可能在前线 有没有 对他来说 死亡他也见多了 对自己的这个安危来讲 对 置之死地而度外 有没有 反而让人家觉得 有一种金国英雄的气概 但是呢 网路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 你是不是故意 对 旁边找个人帮你开枪 然后做假嘛 表示我库德卓很厉害 结果不是 这个女兵呢 他也很淡定地告诉大家说 这样啦 你们如果这些键盘战士 他讲那个 他画试意图 对他画试意图给你看 他当时在这边 面对这个人 你看他的 他的这个目标在这边 他的敌人 从这边开了一枪过来 所以他这个试意图 非常的明显 有没有 这个直接这样一枪 他万一当 那个这个子弹过来的时候 他头往后仰一点 或是呢 这个子弹打偏一点 他都会没命哦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们在前线作战 包括女性来讲呢 他们呢 对自己都有一种 似死如归的感觉 致生死于度外 这样也才能 逐渐地把ISIS 赶出这个家园 那么在这个部分来讲呢 来看看美军最近 救小女童啊 对 这一位叫做戴夫 那这个美军 他是56岁的前美军特种部队的一个军人 你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呢 就是他冲到前面 足才150码 有没有 去在枪林弹雨之中 抢救 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女孩 那他的妈妈已经罹难了 当时这个小女孩 你知道 就这个你现在看到这个手上这个小女孩 对 那我要讲 我要讲一下这个背景故事 你知道吗 戴夫当时在这边呢 跟这个小女孩 只隔了150码 就这么短 你刚刚看到这么短的一个距离 可是就这么短的距离 你知道待了几天你知道吗 待了两天 无法前进一步 因为旁边随时都有戒飞 因为你可以看到 你现在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 除了这台战车当掩体之外 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掩护他 从他跟这个女童中间这一段 这样降死了两天 对 完全没有任何的掩体 然后呢 他的对面的制高点上 就是IS的士兵 所以换句话说呢 你今天跑过去 随便我就把你打死了 对对对 但是呢 你知道 戴夫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当时说 他对他替上帝 为上帝祈祷 祈求上帝给我更多的这个爱 然后如果上帝觉得 我应该要去救他 那请上帝给我指示 然后呢 他就会指示 然后他就去了 对 他觉得上帝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这个指示 就是说 我今天一定要去救人 为什么 因为约翰福音有讲到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能够为朋友舍命的 对 是世界上最大的爱 所以他就决定去救这个小女孩 那当时这个小女孩呢 他妈妈已经死了 他是在他妈妈的这个尸体底下 对 然后呢 就在那边一直呼吸 有没有 然后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整个小女孩就觉得非常害怕 然后大夫就跟他可以面对面 你们可以看到他眼睛 可是就是过不去 两天 对 然后结果他就祈祷 然后呢 连这个美军 他就打给这个伊拉克的 这个在当地的军人 然后来协同坐 所以当时他冲过去的时候呢 周边有人帮他做掩护 他就利用这短短的一瞬间冲过去 把女童救回来 所以他说 我非常的感谢上帝 让我完成了这次任务 钱很好用没有错 有钱可以要吃喝玩乐都可以 刘备的祖先叫刘胜 他的确很有钱 他也没有当帝王 但是他后宫应该好几千吧 但是呢 因为九十六龄过度 过度荒芸的关系 他活了五十三岁 就归西天了 活五十三岁的话 事实上对刘胜的时代来看的话 其实他算是正常岁数 他不算是早腰的 没有早腰 没有早腰 那跟各位解释一下 刚刚呢 我们刚刚主持人讲这个刘胜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呢 其实刘胜 他的爸爸是西汉景帝 西汉景帝 所以他是汉景帝的儿子 但是他并不是正出的 他是宿出 所以他跟他的那个哥哥 就是这个汉武帝的话 事实上虽然是兄弟关系 但是基本上 他们是这一个同父异母 这样的关系 那他的父亲呢 刘胜的父亲 在这个刘胜十一岁的时候 就封他为中山王 这个刘胜呢 基本上是杀杀的大事 也不干这样子的 他既不用上朝 因为祝货王不用上朝嘛 对不对 他也不用管朝政 因为在他父亲的时代 就是这个汉景帝的时代 当时曾经发生过七王之乱 所以其实从他父亲的时代 就开始下令规定讲说 我们刘胜的诸侯王 在各个地方 虽然是贵为凡王这样子 但是请你啥事都不用管这样子 也不用来管政事 下面的官员也不用你管 官员全部归皇帝馆 那你想想看 你身为诸侯王 基本上还有什么事情好干的 那就黑皮不支持就好了 历史上对于这位刘胜 宗尚王他的评价 用四个字来描述他 说他这个人是乐酒 什么叫乐酒呢 爱喝酒 第二句话就是好内 好内 那个好就是喜好那个好 对不对 那内什么意思呢 他对这个女性同胞的喜好 异于常人这样子 所以其实刘胜他完全实践了 我们过去在念书的那句话 就是说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寄起的生命 贺谋很强 他想尽办法 基本上繁殖他的后代 根据历史记载讲说 刘胜他在位42年 42年当中的话 总共生了120多个儿子 有人讲100多 有人讲120多 女儿不是更多吗 女儿加起来应该更多 对不对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刘胜在历史上 他的名气事实上是建议在 子孙众多的这一个名字上的 而刘胜他这个人 虽然在历史上 他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祝货王 但是在过去的考古挖掘里面 却挖到刘胜的坟墓 这个墓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刘胜的墓挖掘出来 你看到没有 中山晋王刘胜王 我们在萤幕看到里面 那个黑白片纪录片里面 就是当年中山晋王刘胜墓 正在清理的现场那个样子 那个衣服是什么 这个墓告诉各位 他有多重要知道吗 因为我刚才讲了 刘胜本人或许不重要 但是中山晋王墓 他挖出来的时候的话 由于他里面的墓是完整的 因为刘胜本人又是 这个刘氏诸侯王的 第一代的直气子孙 所以这个墓的规格之高 超乎各位想象之外 文物一定很重要 在这个历史上 事实上在挖掘里面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刘胜的墓 我们在刘胜的墓 在这一个艺术史里面 我们又称这个东西 叫做满城汉墓 那满城汉墓是过去作为研究 所谓的汉代艺术史 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因为很完整 因为它完整 什么都有 这个墓里面 总共挖出来 六千多件文物 这样子的 那六千件文物里面的话 当然最高等级的 就是这一具 这叫做金铝鱼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金铝鱼 金鱼鱼的话 事实上讲金鱼鱼 这不是很常见吧 我告诉各位 虽然现在考古挖掘里面 已经挖出来 二十多件的金鱼鱼 但是在二十多件金鱼鱼里面 身上穿上这个金鱼鱼鱼 才是真正的最高等级的 还有分等级 当然有分等级 身为这个猪娃王穿上的衣服 当然跟你我不一样 它是用玉石还是用金片 它是用玉片 一片片磨出来的 用玉片 一件这样子的金鱼鱼鱼鱼片 总共用了两千 这个四百九十多片的玉片 将近两千五百片的玉片 一片一片的 根据身体的形状 串起来的 那重点不在玉片本身 在哪知道吗 他们这个金鱼鱼鱼 他们在做的时候 他完全按照你的身份等级 他有分 他们的线 他就不一样了 最高等级的是用金线 再来是银线 再来是铜线 再来是丝线 像你我这种的话 大概用尼龙线都可以这样子的 那这个刘胜 他是中山王 用金线去缝 用金线穿起来的 所以这个金鱼鱼 事实上非常珍贵 因为我们在二十多 二十多件的这种金鱼鱼里面 只有这些金鱼鱼 基本上他是用金线穿起来的 最顶级的 只有他而已 百分之百的金鱼鱼 这个墓里面 出来了各式一样的东西 包含了这个金鱼鱼之外的话 像这个是塞的 那这种塞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叫酒窍塞 事实上不只是塞了九个洞里面 耳朵要塞 眼睛 鼻孔要塞 嘴里面要含这样子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 这个椭圆形的这一根 各位看到下面 椭圆形那一个 那看起来的话 它的形状也没有很特别 就是圆柱状的 大概这么大一根这样子的 那你还有什么洞还没塞 塞屁股的 对 就是屁股还多一根这样子的 那女生的话 还要多另外一块 所以女生要多一块 女生要多一块 两个都要塞起来 那全部的洞都要塞补起来 那塞补起来的用意很简单 因为汉大人相信 一个人能够活着 是因为你身上有气 在流动这样子的 那把这个洞给塞起来以后 避免你人死了以后 你的气继续外界 人死的塞下去 还是 避免以后继续渗漏 对不对 其实通通都塞起来了 这一个是这个浴片 用到塞补的部分 而金履衣 他这个东西当年被冲到出来 其实跟他们的 伤葬信仰的关系 因为汉大人认为说 浴片本身可以防腐 当然我们后来证实 他没有防腐功能 但他们相信他可以防腐 穿上这样金履衣的话 他们认为说 就可以让尸体在坟墓里面 保持这一个不畏腐烂 当然这一个中山晋王 柳胜墓里面 如果说只出来 那一个金履衣的话 告诉各位 那就不稀奇了 事实上这个墓里面出来 最令人大家大开眼界的 部分的话 有包含了几样东西 包含了这一把配件 这一把配件 这一般的件哪里不一样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告诉各位一个尝试 这一把件 它是用这个铁 去打造出来的 那铁件又什么了不起呢 告诉各位 这个了不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硬度 经过测量过以后 这把件 它用的铁的硬度 高达900HV 这样的硬度 意思就是铸件的工技术增变好了 这个技术之高 那是很吓人的 为什么呢 即便是现在的不锈钢 也只有300的为时硬度而已 而且它居然可以到达900的这样硬度 这样的硬度的话 算是很吓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900亿度的话 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 我们所称的 所谓的销铁如泥这个程度了 可见呢 在西汉的时期 当时他们 这一个所谓的链铁的技术 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平之上了 很硬的箭 很锐利的箭 很锋利的箭 所谓的销铁如泥 是什么样东西呢 就是像这样的铁件 当然了 各位可能对军事武器 没什么兴趣 可能只有校尾克有兴趣而已 可是那两个 那两枚没前例 那个最后再讲 那个是重点的部分了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叫酒令钱 钱 酒令钱 他自己发行钱币 这个酒令钱 当然不是自己发行的钱币 汉代用的是五租钱 但是你看他没有 上面写的数字嘛 对不对 第一个字认得吧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的话是 第一第二那个地 下面写的是二十三 那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东西呢 酒令钱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在这个墓里面出来 好几十枚这样子的 那酒令钱干什么用的 我们刚刚不是讲的吗 这一位刘胜 他基本上的话 他乐酒号内 第一个前两个字 乐酒爱喝酒 对不对 喝酒的话 一个人坐在那边干杯 那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 要行个酒令 这个有女人陪他这样子的 这个钱干什么用呢 基本上就是在喝酒的时候 行酒令之用 每一个人基本上 这个入席的时候 每一个人发一枚 你可是第一 你可是第二 你可是第三这样子 说哪一枚这样子的 然后就把这个钱 丢到钱筒里面去 然后这个钱筒里面的话 开始摸彩 摸彩 摸彩 哇 第二十三 干嘛知道吗 就是二十三号 校伟哥 就是你这样子的 那他出来干嘛 开始的这个可能是要唱歌 跳舞 娱乐大家 六玛 各个是这样的 我们台湾的声色娱乐场所的 这一些花样 每个要玩过一轮 之后才结束 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看这个编号 所以你拿到第几枚 这样子的 原来酒令 这个酒令前是干这个用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 也没有进步多少 对不对 早在两千年前 他们就这样玩了 跟我祖先玩了 有点类似 很类似 那这个东西 其实有拍卖过的记录 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 有一枚第十九 就是上了拍卖市场 你知道这玩意儿 在上拍卖市场以后 也没有很贵 才卖二十万左右而已 所以在这个墓里面 出现一堆的这酒令前 那这个是墓里比较特殊的东西 但是最特殊的 在我们画面的左下角 这一根或者是这两根 他的这个设计跟现在不太一样 以他的形状 以他的尺寸 以他的长相 我相信各位观众 一定知道 他是什么玩意儿 但是呢 看到他以后想说 就是他吗 真的就是他 知道吗 就是他 就是他 看到没有 就是连那两颗都在这个 是这两颗吗 当然是啊 光是他没有用 所以这里有两颗 后面还有两颗这样子 就是两颗代表 就是那 就是淡淡的意思 淡淡的意思 在那个地方 那造型不太一样 他把两只连在一起 他两根连在一起 或许各位想说 哇 汉大人真是先进这样子 那这两根连在一起的话 怎么用呢 对不对 难道找两位人来试用吗 应该是这样玩吧 没错 是这样子玩吗 告诉各位 当然不是 不是 这个东西的话 看起来不是很嗨吗 如果看到他以后 马上想到 这个我们在这个大街小巷 就是很多地方 可以看到 情擦用品的话 我告诉你 你真的是太邪恶了 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 应该看起来形状 或许跟情擦用品是相关的 但是告诉各位 他其实不是那样的东西 我们都误会 他不是情绪用品 你们都误会了 这个东西事实上非常健康的 非常正面的 从前一开始就误会到现在 对 他是非常健康 非常正面 这是什么东西 跟你想的完全不太一样 那跟各位解释一下 其实汉代人 他们相信养生之道 各位有听过所谓的 庶女精这个东西吗 庶女精 事实上这个整本书 可能大家 各位 人家庶女精 想说这不是用来 助性之用了吗 你想太多 庶女精的内容 讲的是所谓的养生之道 那各位 可能应该知道 这个古代的 这个所谓的 戀丹术里面 他们分为万代跟内丹 在汉代的时候的话 他们就相信一件事情 甚至相信说 一个人要能够长寿 基本上他的基本的要件 是让在这一个 做某方面 爱做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保持这一个 不要这一个 有蝌蚪油出来这样子的 所以各位这样理解了 所以他要保持这样的情况 让他跟女子相接 这样子才能够 达到了才什么 补什么的目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了 而这个就是所谓 在庶女精里描述的 在《黄帝内经》里面 也讲到这个事情 虽然《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是属于这个 在未经南北朝以后的 这个无限记载 但是这个想法 事实上早在 汉代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看起来 就是讲究这个东西 事实上它并不是用来 让你在这一个所谓的 在做某方面 爱做的事情的时候 用来助性用的工具 那要干嘛用 事实上它是一种象征 它是告诉你 说身为男性 都应该以他为目标 来达到某一种的 养生的目的 所以你这样想好了 这个东西不是拿来用的 它是拿来拜的 来激励你的 它这个东西 放家里面的时候的话 可以起到某一种的 这一种所谓的 振奋人性的效果 我们要成为真男人 一定要像他那个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各位 如果你想说 它是所谓的用品的话 你真的是想太多了 这只是在汉代的时候 某一种的 所谓的这一个 座右铭站功能的东西 来帮帮忙 袋鼠妈妈被车子撞死了 不过发现袋鼠妈妈 里面的小袋鼠 还活着 赶快救 你知道吗 袋鼠就是小袋鼠 出生的时候 在妈妈的前面 所以小袋鼠看起来 都很小只 要保护 结果这一位袋鼠 这只袋鼠妈妈 在过马路的时候 很不幸的 被澳洲的一个驾驶 给撞死了 那当场死亡 可是当时保育人员 来救她的时候 一看 袋鼠妈妈没有气息 但是它里面 仔细看 这只小袋鼠 伸出了一只手 有没有 一直在讲 那这个保育人员 看到之后 他马上立马 赶快把她救出来 给你挥手 对 她的手 好像就是赶快来救我 赶快来救我 我还在里面 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没有 于是这个保育人员 看到了 对 看到了以后 赶快来救她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小袋鼠的生命力 有多么的强韧 因为其实 它的妈妈 虽然不幸的过世 被撞死 但是这个小袋鼠 很显然被妈妈保护得很好 但它就需要人家去研究它 结果后来 这个救护人员 就赶快把它研究出来之后 现在送到 这个保育中心来保育 当然最后 它长成了以后 它也会被放回澳洲的野外 来成为一只 在野外很快乐的袋鼠 但是你知道野生动物 其实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连摆在动物园里面 都会出事情 你知道在这个 Lion Park 这个地方在南非 这个地方我去过 你知道吗 它在约翰尼茨堡附近 就是一个野生动物园的概念 如果你去过六福村 大概就大概会有印象 然后里面的白犀牛 你看到这个是白犀牛 白犀牛在里面 基本上不是摆在笼子里 它在原野上 跑来跑去 结果这只11岁的白犀牛 很不幸的 被发现在某个夜晚的时候 被杀死了 而且被杀死的时候 还怎么样 把犀牛脚给割了下来 换句话说 就是在神不知鬼不觉 可能人家熟门熟路的状况之下 这只母的白犀牛 11岁 它在这边已经活了 大概从2岁到这边 已经活了9年 在这个动物园里面 在Land Park也很受欢迎 然后结果就很不幸的 这个被盗猎打死 然后脚被割掉 之外 它连尾巴都被割掉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很迷信 做药营 对 它觉得犀牛脚是药营 对不对 然后就很多时候 防不胜防 所以说 这个Land Park也觉得很难过 对 就说其实大家都已经保护得很好了 连旁边周边什么都有人在看守 可是一定是熟门熟路人 把它给弄死了 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惜 那但是犀牛有没有那只脚 对犀牛来说 很重要 很重要 你把他去线 他就死了 对 犀牛是一种独行性动物 换用他不会成群结 对 但是你知道吗 在非洲 如果犀牛在草原上没有脚的时候 那真的是被打好玩的 尤其是当他碰到河马的时候 对 河马 你以为 文耀我们看到河马 这个张大嘴巴 对不对 感觉很可爱 河马很暴力的 对 其实河马很暴力的 我们不要看到那个木杀动物园里面 看到河马这样子 就觉得哇 想开嘴 很可爱 对不对 然后其实河马是整个非洲草原上 最凶猛的动物之一 它每年杀死人的树木 比任何动物都还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只左边的白犀牛 它的脚已经被割掉了 你看 对 但它还活着 它只是想来这边喝口水 但你说它在非洲干旱的草原上面 尤其是南非最近旱灾很严重 那河马 怎么可能容许 有人来侵犯它的领地呢 对不对 然后这样说 这只河马 现在你看 它在顶这个犀牛的 它一开始 对 它一开始呢 本来还威胁这只犀牛 你不要接近我 那结果呢 犀牛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口渴我要喝水 结果呢 你就被这个河马两只围殴它 后来这只犀牛呢 活活地被淹死了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就是人善被人欺 虎落 那个犀牛没有脚的时候呢 你就被河马欺负 它没办法逗它嘛 对 因为犀牛有那只脚的话呢 应该是这两只河马会怕它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要顶上去 这两只应该赶快去逃命了 但是这只犀牛呢 就是因为失去它人生 最重要的武器 所以呢 很不幸的呢 就被两只河马呢 给活活地淹死 河马真的很暴力 但是呢 你看这种犀牛角的问题 在非洲真的很严重 每年超过上千只犀牛 那这个保育人士呢 也都觉得非常忧心忡忡 对 好 那其实呢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这些 这个犀牛的画面之外 其实呢 温瑶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 比较有趣的画面 你有看过 鹿跟鹿怎么打架吗 鹿跟 就 用头打吗 不是有两只脚 有没有 两只脚不是这样打吗 对 结果呢 你现在看到这只站起来 有没有 你会觉得好像在看什么呢 袋鼠 好像在看本土剧 有没有 对啊 打巴掌 有没有 对 完全不是用头 用鹿脚在对打 完全跳起来跟人一样 整个站起来 就在互相打在哪儿去 对 这两只呢 针锋吃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同时看上了一只母鹿 你就知道 看到母鹿的时候 觉得很开心 有没有 对 然后但是呢 没办法 母鹿呢 只能有一只鹿 不能有两只同时 对不对 看谁赢 结果呢 他们决斗的方式呢 是互相甩巴掌 你知道看起来呢 好像呢 是在看本土剧的这个剧情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鹿这样子感觉起来呢 哇 原来你还知道 大自然也很奇妙 原来鹿也会互相甩巴掌 不是人类的专利 太享受了 一边喝啤酒 一边就泡在啤酒里面 环宇搜集无奇不有 炎热夏天的脚步来临了 在盛夏 饮一口清凉的啤酒 这样的小确幸 绝对不会再让你觉得 人生好难 而现在在冰岛 更有一间啤酒SPA 巧妙结合了两种输押庙方 让爱喝酒的人 在泡澡的同时 也能大喝特喝 来到这家啤酒SPA 旅客能全身浸泡在 温啤酒酵母和啤酒花之中 泡澡的啤酒虽然不可以饮用 但在浴盆外有啤酒供应 可以一边畅饮一边泡澡 店家声称 啤酒SPA有益皮肤与毛发的健康 建议游客 一次可以泡25分钟的啤酒浴 但如果你担心喝得太多 而跑出啤酒度 或许可以试试啤酒瑜伽 在做瑜伽时 手中拿着一瓶啤酒 十二顶在头上 十二放入嘴边小酌 摆出各种平衡姿势 好不快活 有人质疑 做瑜伽是为了健康 怎么能喝酒呢 不过倡议者却说 结合啤酒与瑜伽 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适当饮酒的欢愉 可以提升瑜伽到更高的心灵境界 酌量喝酒是可以的 但抽烟却不好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